音樂 垂直律動主要是因為 重力對身體產生一個 全身之一都產生刺激的效果 第一個對骨頭的刺激效果 就會讓骨質成長會變好 對年輕人 像青少年 對生長發育就很有明顯的效果 然後對一般人 它會讓骨質增生更好 然後對於停經後的或老人的話 會預防骨質流失 造成骨質疏中的骨質現象 那對肌肉的刺激 第一個當然會讓肌肉 讓它不要激少症 第一個 肌肉功能會變好 所以它會預防糖尿病的發生 那對於脂肪刺激的效果 會減少什麼 脂肪的堆積造成肥胖 還有糖尿病相關的因素的發生 這些因素都會改善 對於高血壓 心臟病血管疾病 跟腦血管疾病的發生 那如果是水瓶律動的話 它主要是針對我們 因為拍瓶的現象 對於內皮細胞 會有一個簡易的發生 所以對於內皮細胞的功能 會有提升 會是脂肪液氧化碳 所以跟心血管疾病 會有比較明顯的效果 所以對糖尿病 對於高血壓 對於心臟病 對於性功能的問題 對於腦血管疾病 都會有比較明顯的效果 對於我們常常發現的慢性疲勞 或者是肌纖維痛這種情形 垂直律動跟水平律動 都有一定的效果 最重要的是 刺激血液循環 讓局部的組織放鬆 血液循環增加 把疲勞物質帶走 所以它可以達到減輕疲勞 減輕疼痛的情形發生 中風是我們最擔心 會造成死亡跟失能 最大的因素 所以水平律動跟垂直律動 都對於中風的預防 有一定的效果 原因是因為垂直律動 會刺激我們全身的因素 然後它會減少肥胖 會使血管擴張 會降控制血壓 然後使血液循環變好 同時也會減少動脈硬化的程度 所以血壓會下降 所以會發生中風激會減少 如果你有血液靈結現象的話 它也會增加血管裡面的血纖維蛋白溶解的情形 所以避免它發生阻塞的現象 另外水平律動 主要是增加血管內皮細胞的功能 它會釋放氧化碳 所以會使心率 血壓還有血管擴張都會增加 所以會預防中風發生的機率 如果不幸你已經發生中風 不管是出血性或者是酸塞性的 之前你的運動 律動會讓你的腦子傷害會減少 因為你中風之後 如果你有做垂直律動 會減少因為中風之後的骨質疏鬆 包括你的肥胖 包括動脈硬化 更重要呢 第二次中風發生的機會 水平律動當然也會改善血管的功能 所以它也有預防次發性中風的機會 通常如果不管中風發生的情況多嚴重 如果你發生中風第一次 通常50%的病人如果不好好處理 會第二次中風 第二次中風會比第一次中風更嚴重 甚至不成功 馬上駕住 web Ven